想一下现在得奖后的心情 刚才在台上很激动 现在呢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然后很荣幸 然后真的有说不完的谢谢 平东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直表演小小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我那时候看剧本的时候 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然后我也就觉得 怎么突然就接到这么特别的角色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导演跟监制 去聊一聊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对我都很有信心 所以我就决定可以尝试一下 那导演我跟你说过 他为什么会对你感到好奇 或想找你来试试这个角色吗 他是看到美国女孩 看美国女孩的电影的 那我好奇想请问一下 因为小小这个角色是比较特殊的孩子 他有过动症的 那你是怎么去揣摩这样的角色 你是去从外表上去观察模仿 还是说你从这个剧本里面去感受 这个角色的想法去贴近他呢 我有看一些关于 关于过动儿的书还有电影 然后剧主要安排一些时间 让我去观察一些过动症的小朋友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 在做平常生活会做的事情 我就会想说 如果是小小的话 他在这个时候会是怎么表达自己 天啊 各位注意到了吗 虽然是11岁时候演 他做的功课比一般的职业演员都没有少任何一点 那我再问一个这位 就是得奖以后 不是不用讲得奖以后 就是小小获得这个瞩目以后 那你自己对表演 就是有什么想法吗 就立志要做演员了吗 还是说这只是刻余的一个兴趣呢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我真的很喜欢演戏 然后我还是想要继续演下去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以课业为主 你就好好念书 所以现在如果有片乐来找你 你不会答应吗 还是看情况 会 可是就还在想 就是以后要做什么事情 是 好 那我们谢谢也恭喜林品彤 或者本节金马奖这家女主角 好 我们先请品彤去做文字联访 那待会影帝出炉以后 我们会再邀请品彤回来合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